怎么 恶贼 跑不动了吗 你就是神眼磨刀的弟子 爷爷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狠角色 原来是个矛头小子 矛头小子又如何 你手下全被我收拾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束手就擒吧 死在我扎鞋的刀下 也算你小鬼的福气 就让你尝尝爷爷柴刀十八路的厉害 我比较好奇他会先打小兵还是先打boss 我们看一下 ok 等一下 先把左边干掉 他攻击不会有四窗 好伶俐的掌法 你为何会铁掌帮的穿云掌 恶贼还算有见识 不错 正是穿云掌法 你可输得心服口服 没想到 没想到 我道王总横江湖大半生 竟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鬼手下 多说无意 随我见官吧 师傅 徒儿回来迟了 请师傅原谅 因徒儿入城时 发现衙门缔拿已久的盗王扎邪 便前去击捕 徒儿同他和其党羽在大佛工地交手 耽搁了些时间 那贼头使的是一口柴刀 徒儿只用了十几招便将他拿下送回衙门了 你无须得意 那家伙虽自称盗王 在武林中不过是泛泛之辈 何况我已将魔刀的刀绝刀意传授予你 你在刀法上的造诣自当高于此辈 加上你从小练的穿云掌 苦练了这许多年 对付这般鼠辈至于用上十几招吗 是 师 师傅 我 我 他刀砍你左肩的时候 你穿云掌的棋手势 早就能引打他的面门 接着他削你左小腿要劈你的左臂 你穿云掌的跨不回事 加上穿云烈石一招便可封住他的弓势 并直击他的胸口轻易取胜 他的刀招缺点近在你眼中 而你却不会活用 原来您当时也在现场 对不起师傅 小虎惭愧 用了掌招就忘了刀法 用了刀法就忘了掌招 你就是脑子硬不知灵活运用 万一哪天遇到真正的高手 你肯定是要吃亏的 是 徒儿谨记师傅的教诲 无妨 你的江湖经验尚浅 急不得的 务必要牢牢记着 对战时 唯有能洞察先机的一方 才能够长胜不败 是 师傅 嗯 enary 他欠宝是 对战不败 对战觉 漂亮 你这一阵子的表现 师傅认为已经算是很好了 而且师傅 你也累了 回想休息吧 你也累了 回想休息吧 是 是 有什么事吗 在我房间桌上 有一个包袱 去帮我拿来 是 徒儿这就去拿 东西 师傅 包袱拿来了 小虎 你有好些年没回渔航了 只能跟家里通通书信 可否想念你父亲 当然想了 师傅 不过从家父信中得知 他的身子很好 家里也一切平安 祝我不用担心他 还要我安心留在杭州 帮师傅与衙门的忙 那这样 你替我将这包袱带回渔航 交给皇府兄 顺便回家 看看你父亲 师傅 您的意思是 要让徒儿回家一趟 包袱里头有封信 你替我交给皇府兄 师傅 是什么信啊 不小问这么多 带你到了皇府兄家 把包袱和信交给他 路上不得打开 知道吗 是 师傅 那你去吧 师傅 那您自己多保证 徒儿去去就回 小虎 你最近 可有接触造作局的人 徒儿还未来得及接触他们 师傅 您为何会有此疑问 没事 只是问问 你快去吧 要是过了苏头 恐有不变 是 师傅 徒儿告辞 小虎 记录上小心点 是 师傅 有人爬过的痕迹 这不是十里坡吗 这藤万大概是乔夫们用作往来十里坡 与杭州之间的结境吧 这许多年没有很宇航 不知道村子里还记不记得我 没有苏妹 没看到苏妹 你小子 咋不打声招呼就回来了 尚师傅啊 给你放了架了 师傅有东西 要孩儿转交给王府说 好 孩儿顺便回来探望爹爹 原来是这样 那你快去吧 正事要紧 爹爹 怎么我刚进家门 您就把我往外干啊 哎呀 你这臭小子 爹怎么会赶你走呢 爹是怕耽误你正经事 爹爹放心 孩儿自有分寸 好啊 倒是爹爹进来可好 好啊 你爹爹可好得很啊 自从那年去仙灵岛求来了仙药 爹不但拿兵权好了 这几年体力还越来越好了呢 太好了 爹 爹听杭州回来的人说 你功夫学得不错 而且抓了不少坏人 立了很多功劳啊 这没什么了 都是师父教导有方 师父平日对小虎一向严格要求 而且小时候李大娘教我的穿云长 在师父的指点下 如今也有很多进步 那就好 那就好 耶皇甫叔曾跟爹说过 你并无天生特殊之武学资质 所以学起功夫来比较辛苦 好 除非呀 你能有成为的义 还要比别人更努力才成呢 爹爹放心 孩儿一定紧接您的嘱托 好 你赶快去吧 一会儿记得回来吃饭 这次呀 这次呀 一定要住上几天再走 好的 爹爹 好的 黄甫叔 是小虎啊 何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 师父托我给您送一件东西来 里头还附有一封信 说是写给黄甫叔的 哦 他要你送来的 是磨刀刀铺 刀铺 师父怎会将这么重要的东西 送来给黄甫叔 嗯 带我先读读他这封信 哈哈 原来如此 小虎子 你师父 终于要正式传你磨刀刀法了 嗯 黄甫叔 此话怎说 圣兄托你送来磨刀刀铺 其实是要我帮他将刀铺传授于你 修习磨刀刀法 若非炼刀之人心地刚毅正直 必遭起魔性所办事 就像你师父当年一样 嗯 此事小虎曾听师父提过 你师父观察你这几年的表现 肯定你心地质朴 行事踏实 却有资格修习此刀法 是以他才决议将磨刀刀法正式传授于 可是 师父他为什么不愿意亲自告诉我呢 你师父这般做 是有他的道理的 你师父信中写道 你的筋骨过硬 筋脉难通 这辈子是难以习成磨刀刀法 是以他便要求我用鹰爪门之绝技 大无量手 来替你打通周天 好让你脱胎化 师父对我实在太好了 是啊 你师父设想的确实周到 其实他的磨刀天诈 也早就托人送到我这儿了 莫非师父的用意是要我来取磨刀 正式的 圣兄不光是决定将刀招传授于你 就连磨刀也要教于你了 这是对你莫大的肯定 好了 事不宜迟 我先来祝你打通周天吧 多谢皇府说 会有些难受 你可要忍着呀 这个就是我 咱们的刀法 牵挖 一点 要是要连续 我来 你怎么说 我去壹比小猴 那这小猴 我对你 小猴 好 我让你点心 我带你 冷静 好 你乔 你的主要 为什么 你可知杭州新设的造作局 是何人的主意 又要用来干什么 这 小虎伟是不知 朝廷为修建宫殿原理 赵管家领书密使同馆 在苏州杭州两地设造作局 用来搜挂明纸明膏 以制造各种工艺品 以你师父的脾气 是绝对不会坐视这些贪官污吏 肆意搜挂明纸明膏的 早晚会与他们起争执 与朝廷作对的后果 小虎 你是想得的 你所 那师父岂不是会有性命之约 以你师父的秉性 他若认准去做一件事 谁也劝不动的 不过你放心 圣兄有难 我和你李大娘 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便是到江湖中游历 增长见识 夯实武功 一旦功成 好为你师父深渊 小虎明白了 小虎一定不会辜负师父 永皇服输的期许 有你这句话 我和你师父都行为了 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回araistan 满总 你跟我一起扶他 去给弘大夫看看 好的 我们一人掺他一别 Goog 您为何会昏倒在地上呢 为啥会昏倒 有 不说还好 想起来还真吓人 俺们记得那时候去找猪肉章 结果当劲市集 不知道找到了啥 吊了一大叫 然后 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笑声 有女孩子的笑声 但是哪来的女孩啊 俺压根就没看到有啥女孩的影 那声音凭空出现 就在俺的耳朵边 却没个人影 小公子 你说 俺这是不是叫我见过你了呀 光说 你当真没有喝醉 俺今儿个并没有喝多少吗 俺眼睛不好 耳朵却没啥问题 看来以后真要少喝点酒啊 哎 哎 不好 俺答应过方老板要去帮他忙呢 俺得赶快起身过去才成 哎呦 哎 好疼啊 喂 喂 阿光 我不是已跟你说过了吗 你摔跤是伤了腰 从今天起得要多些血 不能再去做那些粗重的货 是啊 光说 你别急 方老板不会责怪你的 这儿 会不会是光说喝醉了 所以听错 老实说 这几天孙子里常有人听到笑声 说话声 但就是看不到人影 真有此事 嗯 还有人看到东西腾空而起呢 像是雨嫂 水上 麦邦斯的小陈 好像都看到过 不过 不过 我自己是没看过 这听起来确实是件怪事 也许 真有什么妖魔在作祟 我去查一查吧 像是雨嫂 不过 啊 我听到门外有脚步声 我以为是我家那死鬼回来了 结果出门一看 眼睁睁瞧见放在墙边好好的吊杆 自个儿直往门外飞去了 我赶紧追了出去 吊杆却早已不见踪影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 她又好端端的放在墙边 你说奇不奇怪啊 嗯 的确很奇怪 不过 雨婶您放心 我会帮大家查出真相的 那太好了 小虎 那可是你自己要小心哦 谢谢您 雨婶 小虎 你可自己千万小心点啊 诚哥 听人说这两天村子里发生了不少怪事啊 哦 小虎 你也听说了 我是觉得 的确有点怪怪的 就好比说 千个一大早 我把摊子摆好 才一转身 真笼里的包子 就不见了好几个 只瞧见圆圆几只野狗 正在啃我的包子 你说怪怪 我可没拿我的包子去喂狗嘛 嗯 听起来确实有些古怪 这几天 这几天村子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怪事 当然有了 就是昨天下午 我 我在岸边钓鱼 钓着钓着 就眼睁睁的看着一条船从我眼前过 好吓人哪 划船过去 为什么说好吓人呢 当然吓人 因为上面哪 根本没人 那脚还会自己动 你说奇不奇怪 我可是吓得当场腿都软了 爬着回家呢 可我说给人听 大家又都不相信 说是我眼过了 我知道了水生叔 我会帮忙查查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做怪 哎 谢谢你啊小虎 嗯 畜生 家里的肉 是不是你偷吃的 嗯 看来我不教训你 你是不会招的 哎 你干嘛这样欺负人家小狗狗啊 嗯 是 是谁在跟我说话 就是我呀 我问你 干嘛要欺负这只小狗狗 你不招离我 什么鬼啊 什么鬼啊 真是个欺软怕饿的小鬼 小狗哥乖 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 我 我不能养你了 如果我把你带回去 我会被骂的 村里一连串的无仙怪事 肯定跟这个看不见人影的女孩声音有关 我就跟着这只狗去查查看 小狗哥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李一如 小谷歌 哥 哥 真是 哥 你怎么还不是 不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啦 不然怎么还叫偷溜呢 你这怎么可以 这样大娘会担心死了 哎呀 不是老关在岛上 真的很无聊吗 易如 你也太不懂事了 再闷也不能这样一声不响的溜走啊 走 我现在就带你回仙灵岛 不要啦小虎哥 不然你带人家去杭州城逛逛好不好 逛完我们再一起回去 还讨价还价 你怎么不想想 大娘在岛上 现在心里会有多着急 现在 立刻跟小虎叔回仙灵岛 好啦好啦 人家乖乖跟你回去就是了 干嘛那么凶 好 你愿意回去就好 这样你就生气不起来了吧 哎 你呀 论辈分 你该叫我叔叔才对 什么小虎哥小虎弟的 嗯 叔叔 你有阿奴姐姐大吗 人家还不是称呼他姐姐呢 阿奴姐是苗族人 规矩礼法不比我们汉人 我可不允许你如此没大没小的 好了好了 好了 像你叔叔就是 哦 对了 这只小虎哥 一如 你很想养他 可是又怕被审活骂 是吧 嗯 小虎叔果然厉害 全都猜对了 我可以帮你替大娘说说 不过你要先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哦 嗯 谢谢小虎叔 你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小虎叔最疼我了 哼 小狗狗 听到没有啊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啦 嗯 嗯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 啊 救救小虎哥好了 呵呵 你喜欢这个名字是吗 一如 能不能给他取个别的名字啊 这名字没错呀 你看 他像不像一头小老虎 可是这样 他就跟我的名字一样了 啊 你可是小虎叔 不是小虎哥哦 哎 真受不了你 好吧 你愿意起什么就起什么吧 嗯 小虎叔 我的船就停在渡口那儿 我们走吧 是这艘船 一如 我先回去跟我爹报备一声 再带你回仙灵岛 嗯 好啊 那我陪小虎叔回家一趟吧 哎 你回来了 哎 这个小丫头是谁呀 啊 她是逍遥哥的朋友的小孩 她擅自溜出家门 到我们村里来玩 我必须赶紧送她回家 免得她家人心急 呦 看不出 这小丫头这么调皮呢 哎呀 人家只是 那我先带她回家去了 那 你不吃饭了 嗯 抱歉爹爹 孩儿先不吃了 那也好 你抓紧呢 送这小丫头回家去吧 好的 爹爹 好 好 我们划船回仙灵岛去吧 好 我们划船回仙灵岛去吧 咯 你这个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不跟沈婆说一声 就自己偷跑出去 只是跟你爹一个模样 哎 对不起啊 沈婆 一句对不起 就可了事嘛 你知道沈婆到处找你 有多着急吗 大娘 请您息怒 一如她年纪还小 难免有事不懂事 您不要太过责备她 小虎子 你不必替她说话 倒是你 怎么有空来仙灵岛了 你不是在杭州吗 我奉师父之命 去找黄斧叔的 并顺道回家看看 原来如此 那你又是在哪儿找到 这个一家不归的混丫头的 我就在鱼航遇见她的 一如她大概是太闷了 所以才跑到鱼航去溜达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擅自离家出走 让别人担心得要命 不稍微处罚她 是不行的 神婆 对不起嘛 如今再怎么对不起 也来不及了 小虎子 你带她到屋子里来 我要好好罚她 大娘 别说了 大娘心中自有分寸 该罚就是该罚 一如 到屋子里去 这次神婆真的生气了 如今再怎么 鬼叔叔 外公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一如 还有我们呢 阿奴姐姐 还有书仙爷爷 为什么你们都在这里啊 一如 你是不是偷溜出去玩 被什么好打不到了呀 果然是有调皮到大了 实在该答 一如这小丫头 真是越来越淘气了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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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我们的小兽星 怎的 今日像只小老鼠一样 畏畏缩缩的 兽星 啊 难不成 今天是 野丫头 你可终于想起来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大伙都是特地前来给你祝贺的 结果你这个兽星 却自己不知道跑哪儿鬼回去 嘿嘿 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我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哼 沈婆念在今日是你生日的份上 姑且不处罚你 但以后 不许再这样自己偷偷溜出去 知道吗 谢谢沈婆 我就知道沈婆对我最好了 鬼叔叔 要礼物是吧 鬼叔叔送你点实际的 来 这里是五千两 你拿去用 鬼叔叔 这 这不是名钱吗 人家今天过生日 你怎么送人家这种东西啊 那这鬼都可是一大笔钱哪 鬼叔叔 我还以为你会喜欢 不然 鬼叔叔把这油纸伞送你吧 谢谢鬼叔叔 嗯 哎 我想到那把雷三櫃一样正常的东西 真不知道他们鬼是怎么小事情 外公 我的礼物呢 小如儿 你今年几岁了 十三了 外公 十三岁 你月容年轻十岁的时候 就能够拿出漂亮的七件事了 现在也算是学武的好时候 尤其易如金谷资质极强 这本剑谱拿去 加以十日 咱們小易如的功夫 一定不需要外公 謝謝外公 好客氣 來 外公點播小如兒幾招 小如兒 要好好尋領家劍法呀 這邊在原作的時候是有 也有送領家劍法 但是易如並不會 終於會了 終於會了 以後不許再亂跑了 知不知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不跟你算招 下次再犯 一定打你的屁股 知道了嗎 知道了 嘿嘿 沈頭哪兒捨得打易如呢 哈努姐姐 你從苗江那麼遠的地方來 有沒有什麼要送我的好東西啊 當然有了 小丫頭 你要不要猜猜 嗯 不管 我想要屍股鳥 傻丫頭 養屍股鳥 可是要餵牠骨吃的 等你長大一點再給你 阿努姐姐先給你這東西 嗯 這是什麼 這是古母 你拿東西餵牠 牠就會生出好多不同的骨蟲 嗯 若你能把公母養得好 到時才能養好屍股鳥啊 真的嗎 那我保證 一定會把牠養得好好的 啊 嗯 對了 蘆姐姐 鄭哥哥進來可好啊 鄭兒好得很 此番來水月宮 我把牠留在你蓋姐姐那兒了 嗯 人家好久沒有見到鄭哥哥 也好久沒有見到蓋姐姐了 易如乖 等你爹爹忙完了 讓他帶你來苗江玩呢 蘇仙爺爺 我的禮物呢 小易如啊 蘇仙爺爺 給你帶來一對好玩的東西 啊 真的嗎 蘇仙爺爺 講過假話嗎 你看 這是蘇仙爺爺 西年遊歷天竹國時 偶德的珍寶 據說是火神阿奇尼 和水神法羅拿的珍元 名幻玄珠 這玄珠的珍惜之處在於 能將你平日隨身攜帶的草藥 轉化為精靈器和神靈器 分別鑄藏在阿奇尼玄珠 和法羅拿玄珠之中 這樣便減輕了你許多負擔 不但如此 當你精神不足時 玄珠還會自動為你補充兩種聯器 太好了蘇仙爺爺 人家最討厭帶著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哈哈 你喜歡就好 水月宮的丹藥坊中 書冊典籍很多 老夫耳聞已久 那就先告辭 看書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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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 我一定买给你 好不好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忘记了 那人家就要拿走你的那个玉佩了 易如 别那么淘气 对了 爹爹呢 爹爹应该会记得今日是我生成啊 唉 你爹那混小子至今还没来 看来 他是不知被何事给耽搁了 太过分了 爹爹竟然忘了人家生日 易如 你爹是鼠山仙剑派的掌门人 也许是你爹他太忙了才无法前来吧 是啊 恩公可能有事在身 易如 你就别介意了 不 不成 老夫也是与他约好 今日与此见面 但他竟爽约未至 这个混小子 永远都是如此行事 不服 外公 你又来了 既然外公那么讨厌爹 怎么会想到 约爹一起来庆祝人家生日呢 外公约你爹来自 不只是为了祝贺你的生日 外公还要与你爹 一同出席江宁府所举行的 南陵北审比武大会 因为你爹曾答应我 要担任门次大会的公正人 南陵北审比武大会 莫不是 南北武林两方的盟主 林家宝与沈家宝 彼此公开争雄的武林盛会 没错 正是 我林家宝与北方沈家宝的切磋比试 每隔八年举行一次 算一算 也有数十年的历史了 沈家宝 七七 如此一来 我捉到江宁府军 便可能见到七七了 既然如此 晚辈斗胆恳求林宝主 可否让晚辈与您同行 家师要晚辈多方历练 既只有如此盛会 实在不希望错过 有何问题 你是神眼魔刀盛大侠的高徒 自然是有资格来参观 何况 小虎贤侄出出江湖 是该多历练一番 开开眼界 谢谢前辈 外外 小虎子呀 您弄清楚 人家林宝主 可是稍后马上就要启程 去江宁府了 啊 林宝主是主办人之一 所以必须早点去江宁府 打点比武大会之事 你这么久才回来一趟 今天说什么我也要将你留下来 要去江宁府 明儿个再去吧 是啊是啊 小虎叔难得来了 就在新领导住一晚再走嘛 小虎 你就留下来陪陪一如吧 今日毕竟是他的生日 老夫是真不得已 必须先走 等你到了江宁府 到月来客栈找老夫即可 是 前辈 对了 若是逍遥回来了 麻烦各位转告他 素质江宁府与老夫聚首 时间差不多了 老夫得先告辞了 外公 你真的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外公会改天再来先领导 我看小儒儿呀 你可别又到处乱跑了 那么 各位 后会有期 哼 实在太过分了 不管是爹还是外公 都没有办人家的生日当一回事嘛 一如 可别这么说呀 大家不都是前来替你祝贺的吗 可是爹爹他就没来呀 唉 以前逍遥不管怎么忙 一如生日之时 一定会回来住上几天的 小虎 你明上江宁府 若是见到他 叫他会后立即返回仙灵岛一趟 大娘要好好骂一骂他 是 大娘 沈婆 不如这样吧 我跟小虎说一起 去江宁府找爹 你开什么玩笑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啊 人家想去看看爹嘛 你刚戒斗口之年 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啊 沈婆说不行就是不行 人家才不管 偏偏要去就要去 不行 沈婆最讨厌了 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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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这脾气 真比他爹还倔强 也许真是大娘平日太娇宠他了 李大娘 我过去看看她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大娘去外头走走 你随后再来找我 带我去找我爹好不好 什么做他都不让人家去 大娘也是为你好 好 易如你就乖乖听她话吧 安抚易如的事 还是就交给阿娜姐吧 唉 易如这孩子 这会儿捡了只小狗回来养 最后还不是我这老太婆在照顾 大娘 易如她在岛上并没有什么玩伴 也是怪寂寞的 能养只狗儿没办 也是不错的 是啊 其实大娘也是这么想的 对了 小虎 大娘传授给你的穿云长法这么多年了 你在杭州时 有无多家练习 有的 大娘 小虎日日都有起练的 这套铁掌门的家传长法 自我嫁到李家后 就已经很久没有施展了 之所以会传授给你 也是见你为人沉稳 希望你能将此掌法发扬光大 好 那大娘来验收验收了 小虎子结掌 我记得是必书吗 人家验收传影长法 我用魔刀刀法 魔刀比较痛吧 哦 快点了 8化约经验7500还蛮多了 很好 能接我8招 已经很不错了 想必你这么多年来 确实勤练尤家 大娘过家 逍遥 他就是个性毛早 所以并不适合练此长法 但你生性稳重成熟 与川云长法特性相识 若是好好练习 假以时日 将来的成就 未必比不上逍遥 我再解说一次川云长的要诀 你要仔细听清楚 多谢大娘 川云长 川云长后面几事 只能靠你自己体会 我是无法再教你了 要记住 学武必须懂得融会贯通 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你早点休息吧 明早还要去江宁买 是 大娘 我启程前去江宁了 我想跟易如辞个刑 不知他人在哪儿 唉 这死丫头一大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大概还在跟我赌气吧 大娘 易如也是因为思念父亲 请大娘不要怪她 你以为我爱骂她呀 我也心疼啊 小虎子 你若看到逍遥 告诉她 忘了我这婶婶没关系 但可要记得 回来看看她自己的女儿 小虎明白 我会尽快找到逍遥哥 大娘 那 小虎告辞了 嗯 你自己路上 多保重 大娘 嗯 时候不早了 哎 小虎说 原来你躲在这里啊 我正要出发前去江宁府了 刚才想找你说一声 却四处找不见你 嗯 没关系 人家想要跟你一起去江宁府 胡说什么 这怎么可以 还不赶快回去 大娘也在找你呢 你若不带我去 我就把船凿沉了 让你也去不成 你别闹了 你再怎么威胁我 我也不会带你去的 小虎叔叔 求求你带我去吗 我真的好想爹爹 小虎叔 求求你吗 原先已经好久没有看见爹爹了 你若不带我去 这样子一来一返 这样子一来一返 人家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才能见得到爹呢 小虎叔 求求你了 真正答应你 只要见到爹 就马上会先领导 好吧 我明白了 叔叔偷偷带你去吧 你别哭就是了 真的吗 可是 大娘那边该如何交代呢 小虎叔放心 我已经留了封信 在舍婆桌上 跟她说很快就回来了 你这小丫头 实在是 先说好 见着你爹就回来哦 如果你到时候 不肯乖乖回来 可别怪小虎叔不客气哦 知道了知道了 小虎叔 请尽管放两百个心吧 你如这孩子 真是跟他爹一个模样 小虎子呀 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他 叫你胡到了 等见到你爹后 你就乖乖地回仙灵岛哦 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 那我们先去越来客栈找你的外公吧